今天就有成功的把勞動部的這個查詢系統上面新的就是違反遙及法的資料都會進來了 所以本來在這邊就是那個球術小放送網站上很可憐的這邊都是上次更新三百天啊 一年以前啊三百天三百四三十天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耶 然後以及所以就是現在有一些公司像這個幸福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他最新一次違反遙及法是2017年12月28號超新的超新的 好幸福啊 對啊超幸福的 所以之後就是球術小放送網友知道我就可以讓他變成是一個他每個禮拜會去跟勞動部更新一些資料 所以再也不會說有一個公司違反遙及法過勞之後然後可能要過三百多天後網友才查到 所以接下來就是違反遙及法整理了希望說大家能夠更加的去運用這個違反遙及法的資料來 好讓這些違反公司不要只是被重罰兩萬塊不痛不癢當成本在看 就是真的要讓他被受罰之後他要有個痛的感覺 所以希望之後大家可以一起接力幫忙 謝謝大家